歡迎收看星一輯的一週花生點評 我是老尖 影片的上假日期是2024年10月1日 即是國慶日,國慶七十五週年快樂 一週花生點評就是為大家點評過去一個星期 科技家的有趣新聞事 今集內容包括一些科技周邊 一些遊戲的消息 以及iPhone的消息 不知道大家準備好包花生未呢? 但也要CLSS我的影片 以及追蹤我的Facebook IG和網址 不妨大家去剝花生了 我們去片 今集內容開始 接著就跟大家說一些大頭蝦被人罰的消息 究竟有什麼大頭蝦要被人罰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搭港鐵給人查票呢? 其實港鐵經常都有些職員 看著市民 看看大家有沒有用一些特位車票 或者用一些不合資格的拔特匣 或者其他支付方式入閘 之前有一位港女一時大意 就用了這個小童飛 入閘就當堂被斷政壓 立即開了一張一千元的罰款單 而這個港女就表示自己 把白特通沒有足夠的餘款 就改用了支付寶數QR code的乘車馬入閘 但是呢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支付寶 就由成人跳了去用這個小童飛 但是他又沒有太清楚 就被人抓正他用錯飛 那大家用支付寶這些乘車馬 那時候大家就要小心點 看看有沒有設定錯過的小童飛 或者叫長者飛 這些大家就要小心點 不要被人罰 真的冤枉的東西 設定錯過被人罰的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或者見過人這樣做呢? 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接下來幾宗都是和遊戲相關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甚至乎買了這個黑神或吳空來玩呢? 如果大家尤其是買了那些 有一個應該不知道是不是叫好的消息 他就會推出首個的DLC 而這個DLC有消息指出 就會預計在2025年1月左右 大概農曆年前後就發佈了 而這次的DLC 可能就會補充原作中未完結的故事線 就解答一些還未回答到大家的謎團 而遊戲公司遊戲科學最初計劃 這隻黑神話吳空 就設計為包含12至13個章節的完整故事 但是不知道是成本問題還是什麼問題呢? 最後只是推出了6個章節 由一些遊戲產業的分析師推測 這個DLC就會補充這些章節 就解答一些大家還未知道的答案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買或者下載這個DLC來玩呢? 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接下來說一些Playdation 5的消息 早前9月10日 Sony就公佈了Playdation 5 Pro的消息 但是適逢Playdation 30周年 就會推出一些紀念系列商品 以元祖級 即是Playdation 1的配色 重數這個 Playdation 5 Pro的主機 以及它的Playdation 5的數位版 當然還有Playdation Pile 這個遙控遊戲機 還有DLC的DLC和DLC的無線 而這個Playdation Pro的定價 即是伏黑版的定價 就$8280元 當然包括這個限量版 Playdation 5 Pro主機 以及2TB的SSD 當然它的DLC控制器 以及它的充電座 以及適用於干貼機主蓋的保護殼 當然這部干貼機就要另外買的 而Playdation 5的數位版 香港定價就是$3280元 不知道大家未入手 或者入手Playdation 5的朋友 會不會入手這部伏黑版呢? 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講完這個Playdation 5的消息之後 就講講下一代煲水的Playdation 6的消息 其實AMD早在2022年 招標擊敗了Intel等其他公司 獲得了與Playdation的合作機會 製作這個PS5 Pro的晶片 根據這個機種雙用性的狀態下 就將會持續為Playdation 6的晶片 繼續進行製作 當然這個其實考慮到 Playdation 5 和Playdation 5 圖 專屬的SoC晶片之後 其實要考慮到之後的商用性的問題 如果轉用其他廠商的風險就比較大 即是大家入面的指令集有些不同 要重做都頗大成本 而且風險都頗大 但是Playdation 和AMD 都沒有直接回應這個消息 但是預測Playdation 都會最快 在2028年之後才會推出Playdation 6 如果大家想知道這個消息 就要等待之後大家的消息 不知道大家對AMD 為Playdation 6 製作晶片的問題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下 接下來幾宗消息都是跟iPhone相關的 當然全新的iPhone 16 其實在9月20日才正式開賣 但是iPhone 16 Pro 就很快就傳出一種操控的問題 當然暫時的問題是什麼呢? 螢幕就出現了一個觸控失靈的問題 而新功能按鍵CAMBERL Control 更加成為重災區 有網民就猜測 其實是iOS 18 版本的更新 是一個載程的原充 因為有些網民 其實就指 在使用其他版本 不是iPhone 16 或者16 Pro 的iPhone 手機 都有類似的問題 即是你的螢幕 怎樣去沒有反應 Anyway等等 當然要等下iPhone 即是等下蘋果又更新才行 不知大家有沒有入手iPhone 16 這四部電腦 特別是店舖版 如果有這樣的問題 那就要留意了 接下來就說一下iPhone充電的限制 由於以往iPhone 15 或者之前的代數 選擇充電的限制 最多達到80% 但為何會有這個充電限制 就是擔心電 擔心得多 擔心得滿 而導致電池老化 隨著iPhone 16 系列 和iOS 18 的推出 iPhone 15 系列以上的型號 充電限制 就不再只有80%可以選擇 還可以有90%和95% 給大家去選擇 如果大家需要長時間外出 而沒有辦法去充電 或者沒有尿袋的 大家可以去多個選擇 iOS 18 除了給用家提供 更多充電上限的選擇 還會提醒 用家用著這個 慢速充電器充電iPhone 不知大家對iOS 18 這個功能怎樣看呢 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接下來是iPhone 16 消息 如果大家在看影片的朋友 如果已經進入了手iPhone 16 和 Pro Mix 的話 有些外國的評論 提醒大家要小心一點 雖然新一代的iPhone 16 Pro 系列 就用著新一代的陶瓷精體互面物料 據稱牽硬道 比Apple 官方的所有智能電話的玻璃強兩倍 但有保險公司試跌iPhone 16 Pro 結果看到這部機的背部 仍然非常脆弱 今次測試就是美國保險公司 全球保險公司 進行多次跌落測試 就說 iPhone 16 Pro Max 顯示螢幕的螢幕 經過多次跌落後 就有一個嚴重的破損 它的機背玻璃更加碎裂 有專家分析 以至iPhone 16 Pro 系列的邊框做得更薄 就說 這個設計 就增加了手機外觀的美感 以及機身的時尚感 但是就減弱了螢幕邊緣的保護能力 就令到整體的耐用性就差了 導致手機跌落地更加容易受損 尤其是沒有用這個保護殼的情況下 這個螢幕破損的風險 就相對會疲過 不知道哪裏的專家 就來建議消費者 就應該在購買後 就立即加裝保護殼 即是要帶回肚子 就減低這個碎裂風險 但當然 蘋果就暫時還未對 對iPhone 16 Pro 系列的 跌落測試的結果正式回應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爆波如何看 但個人而言 iPhone 16 Pro 系列和 iOS 18 我就不太好看好 其實由iPhone 14、13 Pro 開始 其實大家都知道 蘋果出的iPhone 其實跟Intel 出CPU一樣 一樣是折牙膏的 即是趕緊改一點 就說出代新的 iPhone 15 和 16 其實 即是相機漂亮一點 多個按鈕給你 設定一下鏡頭 就說出部iPhone 16 即是這樣要加多一點點功能 就說加多一個蘋果智能 給你用 但蘋果智能就要連底才自由 還要得美國版 外國語言就說要明年才自由 其實蘋果現在的玩法 其實我覺得就是萬聖自殺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而今集的內容就來到這裏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我為大家的選材 但都要CLSSO的影片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一段新聞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最後都要清理好些花生碎 還有要follow我的Facebook IG 和網址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今集就來到最後了 記得CLSS我的影片 即是comment,like,share和subscribe 你們每一個的comment,like,subscribe 都是我的原動力來的 最後記得訂閱我的 吹吹水電腦研究所的Facebook專頁 多謝 我先截 我先截 字幕抬起 CLSOUN 我先截 要 很無竹 我先截